連假要正式開跑了澎湖的旅遊業者 原本準備開箱迎接今年旺季的第一波客人 可是因為最近天氣變化比較大 有冷氣團 所以從高雄和家喻要往澎湖的客輪 統統都是停開 縣府就預估了至少會少個五六千的遊客入境 不止大家不能夠回家掃墓 遊客現在也進不了 所以當地的觀光業者必須要全額退廢 大家心情很無奈 港口空蕩蕩只有零星幾艘船在行駛 這裡是澎湖馬公港 每年四月一號都由嘉義部帶到馬公的豪華快輪 開啟澎湖觀光季序幕 但現在卻宛如空城 全是因為 原來受到天氣影響 澎湖海域風力高達七到八級 考量航行風險 船公司決定從一號起停航三天 從高雄和嘉義往澎湖的客輪全數停開 這個海運的部分 本來在四月二號特別四月二號這邊 這一天是尖峰日 總共會進來五千人左右 好不容易等到清明廉價 民眾卻不能返鄉掃墓 遊客也沒辦法來玩 旅行業者更是叫苦連天 旁邊的租車業者也很辛酸 沒有遊客整整一排機車租不出去 只能無奈地整理機車 餐廳業者更是無奈客輪沒開 遊客進不來至少影響六千到七千人 業者預估三天損失產值可能高達三億元 原本敘事待發想趁廉價賺一波觀光財 如今老天變臉真的虧大了 記者林靜彤送指引採訪報導